小朋友們 我們現在一起來玩一個遊戲 叫做 等一下呢 我跟打打哥哥會說 我們想要拿到一個東西 那你們就要去幫我們 找到這個東西 然後並且拿給我們 看誰最快找到 最快的人就贏了 我再出題囉 好 我想要 想要 好 你們的書包 我書包 不能用刀 用刀刀 對 用刀刀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好 第四名 你拿兩分 江碩兩分 全部都拿了 還有一個 全部都拿 全部都拿到自己的 對不對 對 全部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獲得 可以嗎 兩個 可以 聽好了 現在這一題 聽到這一題很難喔 而且這個東西 應該只有一個 沒有一個太難了 只有一個太難了 找到一個 黃色的 黃色的鴨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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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難找喔 都沒有鴨子 在哪裡 哪裡有鴨子 這裡 哪裡 黃色的鴨子 對 兩分 兩分 恭喜啦啦 你們想要出簡單的題目 還是難一點的題目 簡單的題目 我要你都可能 好 好 大家 我需要一隻 鴨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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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朋友們 鴨子又不見了 鴨子又不見了 應該不行 注意 注意囉 誰來了 注意 想要吃飯了對不對 食物快好了 我們要準備把桌子整理一下 把餐具拿到位子上喔 好 現在呢 我們需要大家 幫我們把東西歸位 然後把自己的水壺 收起來 只要完成這件事情的人 我們都可以再得一分 但是媽媽來不及 來 每個人都有給我牙刷 所以我幫每個人都加一分 好 謝謝 媽媽拿到水壺收回去 就可以再加一分 還有餐具 這個放在做嗎 對 這個不是我拿出來的 但是我不知道要刷個家 我告訴妳 妳看它這裡 它是不是跟這個大小一樣 好 每個人都收好了嗎 我們現在那邊還有一個 收好了嗎 全部收好了 真的 好 每個人都收好 那我們都加一分 拜拜